那么今天我们在华尔街六度里先跟大家简单梳理到在过去的周末发生的一部分的内容 那么其实除开聊经济聊时政 在大部分人的生活中 那么关心自己热爱的运动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那么正在如火如荼举行的美网公开赛 那么也是造成了一个不小的话题 这个话题来自于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的网球女单冠军郑清文 在周日比赛过程中遭遇的一件事 那在9月2日凌晨结束的女单比赛中 中国选手郑清文是三盘击败了克罗埃西亚选手维基克 生涯第二次晋级到美网的女单八强 那此外有网友就说其实郑清文在这场比赛中 打的并没有像这个比分所显示的那么的简单 那有网友有网民就说 他们在比赛现场听到有人对郑清文骂这个 一个可以说是对华裔的一个污蔑的词 就类似于是对这个非裔的人使用恩词一样 那么郑清文根据现场直播的口型来看 郑清文是霸气回应说我要打败你 这样的事情是成为了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热门的话题 那简单说一下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是郑清文与维基克继奥运金牌战之后第二次交手 最后这场比赛耗时170分钟 打到9月2日凌晨20时15分结束 也是创造了美网历史上女单比赛单场最晚比完赛的一个记录 郑清文后来还说他是很适应晚上较晚的比赛 而他的对手维基克在印第是很难对付 在这样的一场比赛过后 郑清文在微博上写下了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八强 那对于被人这个现场有人高喊这个这个污蔑性的 叫做黄色香蕉这样的一个词呢 郑清文就说我要打败你 那不少网民是夸赞郑清文是真正的网球女王 有些粉丝则担心郑清文的行为被恶意解读 那么有人耐心的解释 郑清文的回击不是针对对手 而是针对现场不闻名的观众 那么接下来就是今晚美东时间的晚上七点 郑清文将在八强赛中对阵白俄罗斯的名将 这个沙巴连卡 去年的美网八强赛中呢 正是沙巴连卡把郑清文给打败了 那么在今年的澳榜决赛呢 郑清文也是输给了他 今年美网八强赛 郑清文能不能打败对手 完成一个所谓的复仇 是今晚美网的看点之一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在美东地区 或者是不太关心网球的话 其实美网这个被认为是全球最著名网球赛事之一 除开澳网 除开法网 除开英国温布尔登锦标赛之后的 一个全球第四大赛事之一的美网呢 那他其实在正式开赛前的一周 是免费的网球活动周 那在这个开赛前一周啊 其实是对观众非常的友好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开赛前一周 你是进入这个网球场馆是免票的 你可以免费的在现场看这些网球选手 进行练习 进行热身的活动 而我认识的这个不少的 这个对网球有爱好的一些人士呢 他们会选择在比赛的前一周来 看一下自己支持的选手啊 在现场进行一个练习 然后看一个第一轮第二轮 就比较可以心满意足的打道回府了 这个呢也是不少这个对网球有兴趣的 一个入门的观看的一个方式 那么郑清文在这一次 2024年美网上的这个表现呢 到目前为止是追平了他去年的一个成绩 那么在奥运会上拿下女单冠军之后 郑清文他的路途是非常被看好 甚至有人调侃说 那么现在古爱玲正是因为郑清文这个跟红苗镇 出身于中国成长于中国 代表中国出战的这样的一个本土选手的一个突然的崛起 让这个所谓的拿着外卡或者是拿着这个外包合同的古爱玲呢 有一些相形见处了这个也是一个花边的说法而已 但是更多的这个目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这个聚焦 确实是倾注在了郑清文的身上 对于他的这个在美网上的一个路途呢 还得看今天晚上七点的比赛 不过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 最近几年看中国运动员的在这个媒体上的表现 跟这个社交媒体的非常恶意的极端化的看到他们 无论是你是个人的感受还是说政治上的这种极端 实际上这些运动员表现出更自然 更可爱 更自信 更有一种青春的合力 这个和政治化的运动员之下是完全不同的 郑宇是昨天的 这样一个表现 令我感觉的是这个郑清文我可以说非常钦佩他 因为他是个公众人物 在公众人物的情况之下 能够面对这些对这个种族进行侮辱和歧视的人 进行一个有力的回击 而且他回击的非常有力 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 美国也好很多国家也好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种种族的歧视 在美国就是一个更加深层的一个原因 你作为一个华人或者作为一个其他的移民 你在美国有可能是会遇到各种场景之下的被歧视的状况 在安全的情况之下 在安全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表达一些不满 或者是表达一些讨论 或者表达你的一个反应出来 甚至去投诉和起诉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在不安全的情况之下 不确定的情况之下 还是要保持隐忍 因为有时候你就面临着一个不能扣置的一个非理性的一个对方 你可能是比较危险的 但是这个不包括郑清文女士 她在这样一个场景之下 非常勇敢的发出这样一个声音 美往的这个比赛就在这个臭名招聚的这个法德胜 为什么臭名招聚的法德胜呢 这个主要是华人在社交媒体上对这个法德胜的这种污名化 其实法德胜固然是有一些不堪的东西 但是整体来讲三十年来我是看到虽然我不是住在法德胜 但是我还是有时间有时候去法德胜 可以发现法德胜的三十年的这种惊人的这样一个变化 从一个集聚地它不是个行政单位不是个城市也谈不上一个小镇 从一个集聚地现在发展成这么的繁华 你的美食就是在法德胜我都已经满足了 都不一定去台湾或者香港或者去亚洲其他地方 就觉得可以知道很多的美食很多的华人的朋友也可以在那里聚会 更重要的是在法德胜的附近有一些地标式的建筑或者场地 比如美网的所在地跟法德胜就是一条街 就是跟法德胜市中心做法德胜的一部分 很多的重要比赛都在这里进行 另外纽约市的科学馆的所在地也是在法德胜 而且呢法拉圣这个地方举办过世界补兰会 大家看到一个很大的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个地球仪啊 那就是这个当年是不会留下来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还有这个大多会的分馆啊 这个甚至在这里也出现过很多的这个名人 华人名人就不说了 美国也有一个名人 你跟董统的夫人那些女士就成长 出生在这个法德胜啊 所以我今天是借此机会 表示对邓庆文女士的一种建议 对这个我们这些华裔的或者是中国的运动员的一种建议 同时呢也是为法德胜呢稍微证明一下 那如果各位啊又打算在明年啊这个时候来看一下美网 感受一下美网气氛的话 如果大家有这个计划的话呢 买一个这个地铁票买一个火车票 坐长导火车或者是坐这个纽约地铁要比开车过来方便的多得多 纽约地铁是7号地铁啊 这个时代广州甚至好像更远了啊 我都不知道好像延长了 这个我们就不用展开说了 因为毕竟这个大多会地铁以及长导火车没有给我们广告费 所以我们就是暂时关注到这里